各位,我是王永昌老師 今天要和你們講解畫花的原理 我們畫花是田園的鮮花 在田園摘了很多花,都在一起 我們先用圓筆起稿,只畫幾朵花 我們當然要用圓筆的位置 千萬不要畫太多花 因為起稿的時候,畫的時候會撈亂 哪個花帶哪個,我們分不清楚 就會畫到西大陸 所以我們畫了幾朵花 然後畫了一些前面的配花 這些圓圓的就是配花 我們要先畫 然後我們要一步一步去畫 不要畫太多 我們起稿,然後畫其中之一個花 其中之一個就是玫瑰花 我們要用圖紅色很輕的打出大色 不要畫太多了 然後我們起了第一層的大色之後 然後再慢慢一層一層加 這個玫瑰花大約要畫三四層的 玫瑰花的陰影是可以用紫色去畫 玫瑰紅去畫 但是很多人就問可不可以用灰色 不行,要有冷暖的原理 陰影是冷,手方面是軟 那相反呢,陰影是暖,手方面是冷都可以用的 如果是暖色的話,就用咖啡的玫瑰花去畫 所以陰影是用紫色,不是用灰色去畫 記住,不是用灰色去畫 當我們畫完大一片色乾了之後 然後再畫另一部分 如果未乾也可以畫另一部分 就不要連接在一起 這個是向日葵 向日葵怎麼畫呢? 我們看到它有很多花法 我們要把它分為前 向前的,向上的,向左的,向右的 將它有幾個部分分開畫 就可以不用一片一片畫 如果一片一片畫,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嗎?可以 我們要幾個小組,一組一組去畫 這個畫 這個是向前的,向下的 這個是向前的,向下的 這幾個地方要向前向下 向下的,還有左右的有少許分別 它後面這一組呢 這個花法是深色的 当我们画了第一组、第二组的时候 不要画得太多,要等它干了 因为它的边界是清晰的 所以要画一边干了之后再画另一边 这个要记清楚,是光滑 光滑和湿画有什么不同呢? 光滑是比较清晰的,边界比较清晰 湿画画边界比较清晰 就会比较难控制 现在我们选择选择选择 当我们画这个花前面的向右傀眉画好的时候 因为它未干了,所以我们可以画另外一部分 总之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部分 一片又是一小部分,几片花瓣,几片花瓣画 在画画的时候要小心,边界要清晰 否则就会比较清晰 不过边界要清晰 而且花瓣要分为前后左右 前面、后面、左边、右边 有些深色的地方要加重点 有时每一片色都有明眼变化 没有一片平衡 明眼变化,在半框的时候 点绝一下芯位 这个是一个圆球的配花 这个花是一个像猪那样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要先画这个圆球呢? 因为它在前面 我们将它的位置画了 现在画了30%的位置 大多数是空白的 用清水拖回前面 当我们画了这个花的时候 干头之后 我们就可以画这个配花的后面 深色的位置 在画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将前面的位置画一遍 接着画后面 就会容易控制 这是光纳白的 画一遍一遍 再画另一遍 再画另一遍 现在我们一起画 然后我们又再画到叶 如何画呢? 一笔一笔画一笔 一笔像一片叶 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叶状 再画一片叶之后 再画另一片叶 画一遍 液稍微淡 再画一遍 一遍 后再画一遍 海上液稍微淡 之后 再画一遍 再画一遍 然後畫一些花,畫向藥葵 這個向藥葵的品種可能有些不同 是比較小的向藥葵 不要用太過純綠的顏色 可以加一些紅色,或者土黃、咖啡 讓它有些草綠的顏色 當我們畫到很多頁 這個是前面的頁 然後再畫第二層 就是穿在前面的頁後面 再畫第三層 所以一層一層是要畫上去 第一層是先畫上去 然後再畫後面 我們先畫主角的花 先畫前面的花 或者是前面的花 然後再畫後面的頁 這個是前面的頁 現在畫前面的頁 要讓它慢慢的酸化 酸化即是讓它化繁 有心有情 再點著深色和前面的頁 再點著深色和前面的頁 所以要小心 要小心 起稿的時候 首先要起稿 然後慢慢慢慢 再慢慢畫上去 然後再畫上去 畫上去 這個第一個部分 就是要把帶色畫好 帶色的時候要有立體鑑 然後再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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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畫上去 在畫上去 然後再畫上去 再畫上去 再畫上去 還有一平的那套 在畫上去 麽 畫上去 然後再畫上去 然後再畫上去 放在那裡 那些筋會 在畫上去 當我們畫到很多花之後,我們逐個逐個去挑一些花的精細 剛才我畫了前面的花 接著第二步,我們要畫花後面的花 後面的花跟前面相比是深很多 所以我們要挑一些深色的位置 畫的時候要特別小心,這叫乾畫法 逐個逐個把後面的深色慢慢畫出來 當畫後面的深色之後,前面的一組花就會化現出來 因為有反擦,所以會化現出來 我們畫的時候要小心水分不要太多 因為是很精細的,水分不要太多 要慢慢慢慢畫 我們起稿的時候,很多同學起稿比較麻糊 我們起稿盡量是準確的 而且要畫上葉和花的質感軟縮效果和硬朗效果 都要小心 每一個花都像頭體的軟縮效果 我們要畫出它的立體感 葉也有立體感,沒有看過皮 而且要注意花和硬朗效果 可以加重一點 加重一點 加重一點 這個時候有一個玫瑰花 記住,玫瑰花要鮮色 但有些陰影的地方可以混重一點 有些陰影的地方 有些陰影的地方可以加重一點 有些陰影的地方可以加重一點 深色或一些陰影的地方 有些陰影的地方可以加重一點 這個玫瑰花也是分為幾個部分 例如陰影部分可以加紫色 陰影部分分為兩種 一個是向外的地方 花的外面 有些陰影部分可以用紫色去畫 另外一個陰影是花心的位置 花心的位置 就要用軟色去畫 因為它是軟色對軟 所以它是軟一點 如果是軟色對外面 可能是冷色一點 所以花的深是紅色一點 這點要慢慢觀察 通常花的深是軟色一點 然後再畫些葉 隔開隔開隔 這部分的眉乾就是滑過 那部分的眉乾 那部分的眉乾 就是那部分的眉乾 那部分的眉乾 就像是一部分眉乾 那些眉乾 那些葉 那些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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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眉乾 因為我們會 Aunty 沒有放 ir 我們不bras 你可以把妄定 等很明顯 這些眉乾 ated 配任 一些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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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